大家好,我是王狗 想到十字路口 沒想到車水馬龍的狀況 但你們知道那其實是罪陰的地方之一嗎? 在民俗中呢 十字路口是通往陰陽兩界的通道 那裡事故很多 不少的靈聚集在那裡 所以網路上我們是有流傳一些 靈異的兼世紀畫面 滿多都是在十字路口發生的 所以呢,我今天特別找了一個都市傳說 就是要在十字路口進行挑戰 或許可以拍到一些什麼東西 這個都市傳說它的名字就叫做 十字路口 首先你要準備 紙巾 還要找一個十字路口 接著呢,就站在中間遮住眼睛 唸說 唸什麼 唸完以後呢,就在原地不要動 據說就是這個時候會有一個陌生人走向你 接著你可以問他一個問題 不管什麼問題都可以 他也一定會回答你 接著你要等他離開之後 你才能把通訊拿下來離開現場 話不多說,我們趕快去找一個十字路口進行吧 GO 比較麻煩的,我覺得是在 看外面都還是會有人 我也不想這樣 一、二、三、四、五 五字路口 嗯,繼續找吧 這裡上去 現在會有十字路口 去去五去走 有沒有,三字路口 代表再走就會有四字路口 這個草 配上這個風 如果那兩個路燈關掉更好 然後那個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哈囉小黑 你在幹嘛 來 又要參與我的 哥哥摸一下好不好 摸一下,乖 小朋友耶 你在看什麼 遊樂園那裡嗎 小黑 欸 呃 本事同分身相接何太急啊 對,我就是說這個遊樂園 讓我頭皮有點發麻 呦 前面應該就有我要講的那個十字路口 真的不太喜歡這個 遊樂園後面這個氣氛 不太好 繼續走吧 頭皮有點麻耶 啊 背景現在在發涼 超涼超涼 最涼的那種涼 倒不能再涼 的那種涼 什麼聲音 這個聲音 這好像比我之前開天的那個 好太多 開天的真的是太誇張了 我講的就是這裡 一字 二字 三字 四字 見到我們的目的地了 那我們就 趕快開始進行這個度式傳說吧 好 OK 我的相機放在這監控 OK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就是 那個四字路口 對 剛剛那個 盪球線那裡真的太不舒服了 這樣拍得到我嗎 好 那我現在要看念咒語 我現在超緊張 我背景是涼的 一兩次咒語 然後撥三次這個 梳子的鴨 那就等 OK TUJIYUA RUAHLE TUJIYUA RUAHLE TUJIYUA GAMMY2 的Response 有了嗎 有了嗎 唉 好熱 有了 有沒有看到我在冒汗 但是 真的超不舒服 我覺得這裡像椰子一樣 那一堆爆多人 再撈一圈看看 有人嗎?還是我走去前面看看 等一下,我現在看不到路,也沒辦法走啊 看來這邊有什麼事 欸,那邊,剛剛那邊有一隻手揮過去,這樣 我過去看,我過去看看 就不在這裡,一定是有人,因為真的有東西揮過去 再來,我不知道路已經有沒有拍到 有人在那邊睡覺,我在大驚小怪 不要打人家,但是我想看一下那個廁所 那個feel感覺還蠻不錯的 這邊,上去不知道是通往哪裡,蠻猛的 這邊有一個廁所,對 然後我,還有一個湖 這生活感覺可以做個都市傳說之類的 今天這個都市傳說應該是還好 我要回去check一下攝影機有沒有什麼事 那心理壓力真是好大 那各位,我們後續改天見,bye 我的背集,它是兩隻兩隻在從頭的脖子 就兩在你的尾椎那裡,只要一經過那個地方就 感覺上來了,我也沒有那個體質 真的是第一次,也或許是因為太晚的影片 或是去拍肚子傳說,整個那個 對不對,那是我的本能反應 像是以前的動物嘛,看到人在生活,他們就不會靠近 可能我覺得那邊很黑,看起來很可怕 我的身體就叫不要接近 剛剛在玩的整個過程,我覺得最可怕的就是心理壓力 因為你什麼都看不到 這位是很像那種夜市超擁擠 旁邊可能有一兩百萬個人 不知道你們好像看這個 應該看不爽很久了吧 不知道就到後面去 所以這個都市傳說,我是不知道它的真實行為 但是,總共有一距離 我發現了一個廁所 有機會可以去那邊做一些挑戰 最後呢,我想給大家看一個我覺得蠻酷的監視器畫面 不知道你們覺得是真的還是假的 請看VCR 對阿 高中的時候,常常對話講說 去什麼森林 搞不好可以找到一個什麼超能力寶石 帶走,我就會用超能力之類的 常常會有這種想法 所以,那個視頻,我也覺得它是假的 但我也不敢說它是真的 滿好奇你們的看法 OK,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阿 如果喜歡這支頻道的話,可以幫我訂閱,非常喜歡 謝謝大家的收看,跟我們下次見吧 我們下次見